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千古艰难为死 老人家喜欢说生死大事 台湾的老辈人更喜欢说 都死没大死啦 然而出生是我们无法选择的事情 我们无法选择出生的家庭 出生的国籍 出生的年代 长相等等 我们会羡慕别人出生在 经济优惑的家庭环境 有充满智慧慈爱的父母 从小就比较好的天资 比较好的外貌等等 我们也容易怨叹万叹 自己出生不足 出生出生 我们真是无法选择 然而死 我们却有一定程度的选择权 我们也要有所选择 这里说的死不只是 知道如何死 更是知道死的简单事情 而是我们要知道价值的选择 就是我们心中 第一优先的事情到底是什么 用英文来说 就是到底什么事情是 值得为之而死 也在所不惜的事情 这样的反思提醒我们一件事情 把重要的事情放在第一位 在意 慎重而且未雨绸缪 保罗在此让我们明白 他在大马士革遇见的耶稣 在他心中 那种地位是什么 那是值得为之而死的救助 这样的认知 让保罗愿意付上代价 愿意被捕 被淋入 甚至进入耶路撒冷 这个许多先知受苦的城市 因此保罗可以坚持到底 可以在宣教的路上走到最后 这样的坚持是几位不容易的事情 因为有许多改革者最大的挑战 与困境就是晚节不保 或者因为面对死亡的威胁 或者因为各种荣华富贵的诱惑 他们最后都走岔了 圣经中最著名的改革者之一 西西加王 就是最好的例子 在他重病痊愈后的那十年 成为他一生的败笔 留下了后来巴比伦入侵的伏笔 在台湾的近代史中 也有一位这样的例子 而把世间中的谢雪红 他的晚年 让我们真是看见死得其所 而且死得其时是何等重要 求主帮助我们能够选择像保罗一样的道路 从他的话语中得到鼓励 可以明白善始善终的坚持 是何等宝贵重要的事情 阿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